耶稣关于禁食的教导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六至二十四节 你们禁食的时候 不要像伪君子那样愁眉苦脸 因为他们故意捧头垢面 好让别人知道他们在禁食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得到的赏赐 不过是人的赞赏 你禁食的时候 要梳头洗脸 不叫人看出你的禁食 只让你肉眼看不见的父知道 见察隐秘式的父 必赏赐 不要为自己在世上积赞财宝 世上有虫子咬会生锈 欲污贼闯进来偷 你们要把财宝积攒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子咬 不会生锈 也没有贼闯进来偷 要知道 你们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眼睛是身上的灯 如果你的眼睛明亮 全身都光明 要是你的眼睛昏花 全身就黑暗了 如果你里面的光黑暗了 那黑暗是多么大呀 一个人不能服事两位主人 因为他不是恨这位 爱那位 就是重这位 亲爱人 你们不能又释放上帝 又崇拜金钱 公司 cleansing 灯